再把那个这个问题9这一题稍微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那第一个就是说像这个大型的这个这个四算表里面 主要就是会有A到L的这些栏位 那这些栏位里面的资料其实还不算少 这还算少这六几笔 之前好像我们有个范例是2000多笔 那比如说呢这个当然可以按照进度 比如说进度百分之多少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按照进度帮我 假设我今天希望按照进度帮我把他 这边进度总共有100了507050 那你可以进度一样的你就帮我把它放在一起 那或者是业务我们上礼拜是用业务 业务的部分的话比如说有这个小咪然后小张老王等等的 那我今天希望快速帮我分类 分类之后你也许要列印的话 你可以再去把列印的程式码加上去 然后或者说按照什么金融 这个产业别里面的话有各个行业别 还有产品 这边有很多产品 甚至是数量的范围 或者是价钱的范围等等的 其实这些都可以当成是我们分类的依据 那上个礼拜就说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范围就是说如果今天按照 业务来做什么分类的条件 那我今天要快速的怎么样呢 把它做分类 那以往如果不知道快速分类的话 你就变成怎么样 你就变成要先建几个 比如说这边的话总共会有这几个业务人员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呢 那我想要知道总共有几个业务人员 它其实是分散的 那你以往你可能就是用什么 用排序的方法 比如说像这边的话 我要按照业务人员排序的话 我们可以在常用里面这边有个排序 比如说A到Z好了 然后呢他会自动帮我排序 或者是Z到A 那要按照比划来排序 那这边可以看到有几个 可是其实这样子还是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上个礼拜有讲过说 我们可以把这个工作表怎么样 复制一个 然后建立一个副本 放到最后 或者放在头 我们好像是放在前面按确定 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九的之二的这个副本 那这个副本如果说我今天要知道说 到底业务有几个的话 我们可以用那个2007之后的新的功能 就是在资料里面有什么 移属重复嘛 然后他问你说 你要按照哪一个 我取消全选 我要按照业务 帮我做那个移属重复的动作 那如果有重复的资料 他就把它删掉 只留下第一笔资料 所以这样很快的 就可以知道说 到底有几个业务人员 那当然一样的方式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我Ctrl Z一下 如果我要按照什么业务 产业别好了 那其实也是一出重复 取消全选之后 然后我们刚才是业务嘛 现在产品别 总共有几个产品别 按确定之后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只有五个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就可以快速取得 我们要的清单了 好 就是说 所以上个礼拜 我们有用 录制 聚集的方式 知道说 这个地方我要移除 重复的话 那可以用 给他哪一栏 他就自动帮我把那一栏的资料 留下来 我要的清单了 这个方式其实非常好用 不然的话 如果说你要自己写程式 去取得里面要有的清单的话 并不太容易 以往 要不就是自己要写程式 那写程式的方法 可能你就跑回圈嘛 回圈呢 从头跑 然后呢 一样的 只留下第一个 如果下一个还一样的话 那就不要了 那一直跑回圈 他会帮你筛选出条件 最后呢 也可以取得清单 不过会比较不好去赚